哈喽大家好我是简小白 我现在是在云南的 这个是安妮 这个是伯妞 咱们自从上一次在陕西播完以后 我们又停播了一个月时间 这一次我重新整理了一下 关于我自己一个之后 带货的一个计划的方向 我也发生了一些调整 之前我是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 我相信大家还是支持我的 所以我重新在云南这边来以后 我把我们之前大家非常期待的 来自甘肃甘南的牦牛乳品 包括我们贵州的一些特产 还有云南这边的特产 我们整合在了这一次的一个专场里面 给大家分享出来 在我面前的这一堆 都是我12月3号要播的这些品 这一次来自云南的品的话 可能要多一些 毕竟云南是主藏 这个冰糖城 大家应该对云南这边很了解了 这个是云南的冰糖城 也是非常推荐的一个品 包括他们这边的红薯 这个红薯很小 很小一个 但是很好吃 还有我们溯源过的 诺凳的火腿 包括拇指玉米 这个拇指玉米 真的就像我的拇指那么大小 很右针 这个还有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 菌汤包 菌菇嘛 云南菌菇啊 包括这个咖啡 咖啡 还有就是 羊肚菌 我非常爱吃的 还有就是 小甜肠 还有就是 茶 还有就是这个冰糕啊 潘翔记的冰糕 还有就是 编析小哥他们卖的这个鲜花饼 还有就是 潘翔记的 流金鲜花饼 流金鲜花饼 这个款式比较多 还有就是这个包姜豆腐啊 这个很好吃的 到时候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一起评价一下 包括这个松茸鸡汤米线的 还有就是这个过桥土鸡米线 真的很好吃 这个很给大家推荐的 介绍完主场云南的品呢 那我们介绍一下来自甘南的啊 甘南的呢 就是那个牦牛乳嘛 奶粉啊 大家知道我们之前的那个机制是非常非常 给大家一个福利嘛 买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抠出甘南这个YYDS 对不对 还有就是面前的这一罐 牦牛乳啊 中老年高盖复兮的 还有就是全脂营养奶粉 还有这个啊 好多人都在说能不能反常啊 这个奶枣 夹鸡奶枣 特别好吃啊 除了奶枣 还有这个奶刀块和奶刀棒啊 啊 超级爱 这个云南很多品啊 当然还有云南白药的这个西梅汁啊 好了 我们当然还要讲一讲我们贵州的老家的产品 这个是很多人都是说让我反常 这个来自于我们贵州老家的腊肉啊腊肉 我很爱真的很爱 大家看我之前的直播 我在里面吃的嘎嘎香对吧 还有我们老家的这个香肠啊 这个香肠呢也是嘎嘎香 它是柴火勋制的 吃起来有个柴火香的味道 不柴不腻啊 还有就是咱们那家的土豆片 这个呢价格实贵啊 而且很好吃 很下饭 就是看电视剧的时候很下饭 当然不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下饭 我从头到尾穿的这件衣服 我们也要买薄熙和的冲锋衣 这个呢价格也是很合适的 在这个季节呢 大家也要换秋冬的衣服了嘛 这个衣服我觉得很好看 大家觉得我穿上怎么样 而且颜色有很多件 有男女款的 到时候我们还有女生出镜展示给大家看 包括我手里面拿的这个罗宾汉的羽绒服 鹅绒的 还有一个宝款的羽绒服 价格都是冰点价格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挑一挑啊 这个衣服呢 我就现在不试了 到时候咱们在直播间试给大家看一下吧 桌上的这些品呢 都会在2023年12月3日上午10点钟开播 我们会播到中午的大概1点钟啊 下午呢是4点半到5点钟 我们开播到7点 晚间场呢是10点一直播到1点 凌晨的1点 这次我也是开启了一个预约啊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预约咱们的直播 咱们12月3号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拜拜